宣比的制作已有2000多年历史 因产于古宣州而得名 是中国四大名笔之一 自秦朝开始 一直延续到唐宋达到鼎盛时期 7月24日 在安徽京县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比制作技艺传承人 车征军为我们讲述了 宣比的前世今生 宣比从开始到现在 就叫宣比这个词 应该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 应该在秦朝的 宣云前23年 秦朝大将蒙田 就是改良的第一支笔 到我们的地方 就史称为宣比 有2000多年了 江南时尚有老兔 吃竹饮泉生子豪 宣承之人采为笔 千万毛中简易豪 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 在子豪笔中 对宣比的出处 制作原料 以及制作工艺的描述 如今 摄生军依然延续了 宋代以来就形成的 传统制笔记忆 大的工序可以分四道 一道叫水盆 就做笔头的工序叫水盆 第二道工序就制杆 笔头做好了 但要做笔杆 笔杆的一道工序叫制杆 第三道工序修笔 把笔头跟笔杆组成一块 在修理成形 这道笔叫修笔 还第四道工序呢 它也用也不用 就算在笔上刻字 就这个笔叫什么名字 这个笔的使用特点 总共是一道宋代 就形成的就是108道工序 奢征军的祖辈在清代 就是制笔艺人 手艺传到他的手里 已是第六代 自幼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 喜欢弄毫无感 模仿长辈 制作毛笔 1982年底 从第一根笔开始 他一直势必如命 延续了这么多年的 这种宣别的制作技艺 应该呢 按照什么东西 按照传统的制作技艺的 保留的这种技术 每一环节的特点 和固程的使用的 比如说方法 这种技艺要传承下去 不是说像书本山讲的 那种东西 那就是那种传承 只能是看看 什么修笔啊 怎么修 怎么修好一支笔 应该是这样的传承 这道工序怎么做 为什么这道工序这么做 要对每一道工序 要提出质疑 这样就可以 把这种长城的 这种技艺 能深刻 影响到你头脑里 使这种技艺 容易不会失传 如今 摄政军带领一般技艺骨干 经过多年的研究 恢复了一些失传的真品 同时精心研发新产品 使宣比的品种规格 由原来的200余个 发展到现在的600余个 为了保证每一支笔的质量 不管什么档次的宣比 他都要用手工制作 他说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每一支从他手里 制作出来的宣比 都不是败笔 都不是败笔